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高僧行仪 在新罗时期 有一位高僧元光大师 他前往唐朝求法 并带回了许多的经论 可以说是朝鲜半岛 西行求法的先驱 而元光大师回国之后 更制定了所谓的世俗五戒 这五条戒律 对朝鲜半岛来说 可以说影响深远 提到了元光大师 可以说是中韩佛教文化交流的先驱 节目很高兴 邀请到研究佛教史的 李志宏老师来到现场 老师好 主持人 你好 可以请老师首先帮我们讲讲 元光大师的生平 我想元光大师 大概是新罗佛教比较早期的历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位佛教僧人 在五六世纪新罗刚接触佛教 在本地没办法学习 元光大概是新罗当地的一个贵族的后代 但他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他是贵族 所以他有比较好的教育的素质 他也大概汉文的水准也比较好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大概二十几岁 就发了大心要到中国学习佛法 那他当时就到了中国 当时是中国的南朝 特别当时南朝的这个健康 是当时这个东亚佛教很重要的中心 所以元光在当时可能就聆听了很多像这个 涅槃经啊 陈石论啊 是南朝非常流行的这些佛教的知识 那大约到了这个六世纪末代随代的时候呢 元光后来回到了这个韩国 所以这个元光算是第一代很重要的留学生 就像现在台湾很多留学生 为了学习国外最先进的知识呢 他们会在海外长期的留学 最后将这个 他们在国外所学的这些笔记啊 还有所学的知识 带回到自己的母国 元光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佛教的僧人 是 那之前也提到大师回国之后 有制定所谓的世俗武界相当特别 那这五条界跟佛教根本大界的五条界 是同样的东西吗 对 是不一样的 那元光的这个世俗武界 是韩国历史上 或者佛教历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元光当时呢 其实是两位的贵族 跟这个元光请法 所以当时呢 元光就针对他们的身份 非常散巧方便 立了这个世俗武界 分别是哪五界 第一个就是 要孝顺你的君王 第二个 要孝顺你的父母 第三个就是 对朋友要讲信用 第四个呢 很重要的 在战场上不可以确战 因为他们是军人 第五个 是杀生的话要有选择 不可以滥杀 所以我想元光制定的这个世俗武界 对于后来的花廊道 有很深的影响 这个前几集的节目 有提到这个金语信 这群花廊呢 其实有非常强的佛教的精神 那元光的世俗武界 可能很强烈地影响 这个花廊 这个集团的精神 也可以说 因为花廊代表了 古代新罗的贵族精神 是 那最后提到 大师他是中韩佛教的 这样子的一个先驱 是不是也直接或间接 影响到后世前往中国求法的 这许多僧人呢 对 这是真的非常好的课题 因为正有一位伟大的元光 他到了中国 而且他的税数非常地涨 他带为了很多 当时中国最先进 最及时的佛教的经典 跟资讯之后 我相信他们影响 后来的新罗的僧人 像元晓 异乡 他们可能都在这个新罗 可能透过直接的方式 或间接的方式 得到这个元光大师的这些 所带回的著作 跟当时最先进的这些佛教思想 这对于当时这些 新一代的年轻的新罗生人 应该有这种鼓舞的效果 就是我们也应该 为了佛法不舍性命 透过陆路或者海路 到中国策取佛法 那也最后呢 也希望能像元光一样 将最好的佛法 最先进的佛法 带回到这个新罗 是 感谢老师 我们了解 求法是为了传法 传法是为了广度众生 在在处处都显示出 历代祖师大德 他们无求无尽的慈悲心 佛教传入新罗之初 与当时的政权作结合 成为了贵族的佛教 而元晓大师 打破了这样子的贵族制度 将佛法带入了民间 节目很高兴 邀请到编剧世红 世红你好 主持人你好 提到大师把佛法带入民间 如果只有大师一个人的力量 就相对薄弱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 也帮大师一起完成这样子的使命跟心愿呢 是的 在韩国只要提到元晓大师 大家会很直接地就想到姚石公主 元晓大师他在韩国 就如同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一样 而菩萨的身边 当然免不了会有善才跟龙女来辅佐的 而他的好同参 异乡法师就如同善才的角色 而姚石公主则如同龙女的角色一样 姚石公主在帮助元晓大师 红传佛法这方面 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他的方式就是推广教育 为什么推广教育会跟弘扬佛法 彼此之间有这么密切的关联性呢 这就要从朝鲜半岛当时的教育水平 还有地理位置来说起 当时的朝鲜半岛 是口说韩语 但是手写汉文 无论是佛经儒家经典 或是任何正式的书信 都是由汉文来书写做沟通 但是很可惜的 当时的平民的教育水准 不够广泛 大部分都是文盲 所以呢 不要说佛典是完全地看不懂 就算是讲解给他听 他也未必能够通晓 那再来是地理位置的部分 新罗国是处于朝鲜半岛的东南角 而朝鲜半岛又与中土隔着黄海和渤海 所以朝鲜人呢 那个时候就会认为说 自己虽然是学佛的信仰者 但是如同处于佛国边地一样 很少会有大师啊 愿意走海路或是走陆路 来到朝鲜半岛来弘扬佛法 所以呢 那时候的佛法是被掌控在啊 懂得读书试字的贵族手中 所以姚石公主啊 她就用自己皇室的力量来推广教育 在民间呢 广设学堂 然后呢 教所有的平民老百姓来读书试字 因为她明白自己没有办法如同 袁晓大师一样 讲经说法 但是她可以凭着自己的条件 来做到什么呢 护法卫教 那她明白 只要民众都能够读书试字之后 佛法的推广 才会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总是要有一个次第来前进 先让民众都能够呢 增长知识 之后就可以为他们来开启智慧 所以姚石公主 终其一生 都在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协助袁晓大师的志向 能够获得实现 而她呢 也得到了一个 县世很大的回报 就是她的小孩 薛聪 薛聪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耳濡目然地长大之后 成为了新罗的 十大贤士之一 也就是她非常的通晓所有的儒家经典 而且呢 思辨非常的敏捷 如同她妈妈一样 她也很努力地将这些儒家的学问 推广到朝鲜半岛所有的角落去 而这时候的新罗 已经不再是以前 偏安于东南的小新罗国了 早就已经是统一 朝鲜半岛的大新罗 而薛聪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 她得到了十大贤人的美誉 那这也是呢 这个姚石公主啊 她推广教育啊 一个意想不到的很大的收获 是 于是呢 母子两人 虽然都没有办法如同 袁晓大师一样 弘法立神 但是他们却接棒 用自己的方式 散用自己的皇室身份的力量 来让教育普及在整个 朝鲜半岛之上 而间接地 直接地 让佛法得到了普及 是 感恩施宏精彩地分享 出家人要助持佛法 在家人要护持佛法 如同姚石公主成为 袁晓大师的护法 两个人共同努力 为佛法的传播 缔造荣景 上人在今年 给大众的祝福 提到了感恩尊重生命爱 这一份的爱 应该是要超然于人与人之间 骗及所有的生命 如此清净无然 才能够真正地做到 自立利他 周遍圆满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等会别忘了继续观赏高僧传 袁晓大师 我们下次再会 认识 明天 小兔 虽然 我没有做情求你 同样 感恩 更惊含 但是 我愿意 在王室的力量 讲学悠等 九度八世 讀書十年 用另外一種方法來幫助你 為你的方法比我保留 現在 現在 有夠的團佈 將他們活力改變 荒蘭的佩世 要將他們活力改變 Di Tito